哈喽大家好 我是Donny Choi 基本八字90秒 有一位命主 他拿他父亲的八字来给我看 他说他父亲呢 今年患了忧郁症 已经证实了的 然后呢 他问我可不可以呢 从他八字里面 找出问题在哪里 然后可不可以以八字的能量学来帮助 他的父亲呢 就是过度过呢 这个问题啊 好我们就看看他父亲的八字 那明天才是归毛年呢 今年还是任赢啊 所以大家请不要搞错了 好我们啊 单从他这个八字分析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他父亲天干呢 是丙心和的啊 丙心和的时候呢 他就是 根心金生润水 克冰火 OK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啊 地支呢 就是 引木 生三个五火 然后生 虚土 还有 丑土 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其实呢 他今年呢 是应克死伤的 而通常会患上这个病的 这个忧郁症的都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引起 但是当当这个问题会不会就会引起真正啊引起这个忧郁症呢 其实他是不会的 他还要有一个因素就是当他的日主受克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这个啊 啊这个可能性就会啊就加大就会增加了 而在八月的时候呢刚刚好物生月一来的时候 生经呢直接把荧幕克掉 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呢 他的地支呢 就是因为日主受克 所以加重他天干应克死伤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的父亲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告诉他 其实啊你不用担心了 因为明天过后啊 就是说2月4号 2月4号的时候 当他的荧幕再出现的时候呢 应该呢 我说应该他的啊 这个啊 父亲呢就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啊我就跟他讲说啊 你放心啊 会好的就像那种啊 什么病毒一样 不端端来了 无端端消失 哈哈 就是为这样 好 基本8至90秒 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一